可能你跟你老婆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你只是在 你只是在扮演他给你的一个人设而已 都市情感剧三婶已正在活着播出 剧中林优友为了许幻山直接辞职来了上海 许幻山不想和他牵扯那么多 打算谈文化就离开 没想到林优友并不死心 许幻山没办法只能帮他交钱住酒店 没想到顾佳也在这家酒店 并打电话让他来接自己 许幻山只能打车绕酒店一周来接顾佳 然而没多久顾佳就和自己的情敌林优友打了个正面 许幻山直接吓到颤抖 顾佳随口说了句公司宴会的事 林优友就凑过来表示自己也想去 顾佳大方的邀请了他来参加 没想到林优友在宴会当天 故意穿了和顾佳一模一样的裙子 顾佳一脸冷笑的看着林优友 随后直接把身上的裙子撕开 这一举动直接惊艳了全场 随后就凑到林优友耳边表示 拿小把戏和自己比较还嫩了一点 林优友看着眼前 这个看起来人出无害的顾佳瞬间傻眼 反应过来后就表示自己还年轻 话里话外都在讽刺顾佳是个黄脸婆 林优友之三当三的态度 可真是让广大观众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顾佳直接表示 自己手里有许幻山出轨照片 俩人就算离婚他也拿不到一分钱 好了这期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